男子为了测试自己是不是不举,竟然让女子坐在自己大腿上 但是那激烈的反应却是根本让人无法相信他是不举的 但男子却仅仅只对这个女子起反应 并且还对女子提出了厚颜无耻的一起睡觉要求 消灭巨荒与你相聚,欢迎来到聚集地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羞耻度爆表天天开车又非常甜的恋爱剧 成人和租房第12集 在一家便利店当中,正在打工的亚希被同事询问兴趣爱好的时候 忍不住想起了自己的人生 在她的人生当中,可以说什么都没有 没有梦想,没有特长,并且两年来无论怎么找工作都找不到 在某天回家的时候,她更是看到交往四年同居两年的男友出轨了 这样的人生可以说非常失败 并且也让亚希觉得自己和那些打折商品一样只有半价 亚希在下班之后找到自己两个闺蜜吐槽近些年的失败 并且因为不想再回想起男友劈腿的事情 亚希想要搬出来住 不过因为自己工资不高,所以找不到好房子 但此时一位闺蜜小季因为马上要结婚了 于是提议亚希来接手续租自己的合租房 亚希来到合租房,小季告诉她 除了她以外还有三个室友 而在进入到这个豪华合租别墅后 亚希就看到了第一位室友,本型智野 并且这位智野还是亚希的中学同学 两人除了是中学同学外更是初恋以及初夜 而亚希眼看智野要曝光两人的秘密 胆紧上前阻止了她 因为智野的存在,让亚希觉得自己不适合在这里居住 但小季却还是劝她留下了 毕竟亚希现在也没钱也没地方住 在小季离开之后,智野帮助亚希将行李带到房间里面 而亚希面对初恋男友时总感觉自己浑身不对劲 智野同样察觉到亚希和曾经的变化 这种情况让亚希不由想起了从前 当初在中学时,智野只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透明 反而亚希是学校里面的人气王 那个时候她还有特别注意智野 并且在某次放学的时候直接表示要做智野的女朋友 等回过神之后 智野继续带着她去参观整个房间 两人来到客厅和厨房 此时亚希想要关闭上面的柜子 而智野为了防止大锅掉下来 直接上去阻止 在这种贴近的时候 智野的假声竟然起了反应顶到了亚希 但此时,智野却突然上前拉着她的手说 能去房间吗? 一时间,亚希以为她是变态 直接喝吃了智野 等到晚上的时候 亚希不由想起近些天的遭遇 闺蜜们都开始好好生活 但自己却依旧找不到好工作 就连前男友也误会自己是个随便的女人 这种情况让亚希有些郁闷 此时,智野突然打开门 告诉亚希自己要出去 亚希看到她不是要对自己动手也松了一口气 只是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面 智野却每天晚上出去喝得烂醉后回来 而另外两位室友更是从未出现过 这天,智野再次喝得烂醉回来 亚希急忙将她叫醒 而智野在苏醒之后 竟然直接上前将亚希给抱住 亚希再次感觉到什么东西领住自己的药 而智野也是非常坦诚地承认了 并且还告诉亚希 自己这两年完全应不起来 所以现在有这种情况非常奇怪 她这几晚都是出去找别的美子尝试 但却无一例外都无法硬起来 于是智野再次上前抱住亚希 想要感受这种久违硬起来的感觉 她还请求亚希帮助自己 她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对亚希做什么 亚希对于这种事情非常苦恼 于是找闺蜜诉苦 而闺蜜对于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见 不过闺蜜表示尝试一下也可以 毕竟如果智野做出什么奇怪的事情 亚希可以直接逃跑啊 亚希听完闺蜜的话后陷入沉思 虽然当初在中学时她比较耀眼 但是出来社会之后 却被无数公司拒绝 还被男友劈腿 这种人生其实非常失败 但她想到智野说自己是唯一希望时 不由有种被需要的感觉 亚希回到家后 智野表示自己拜托她的事情确实是梦朗了 所以以后都不会再提 但亚希反而叫住了智野 表示自己其实可以帮助她一下 于是高兴的智野马上坐在沙发上 让亚希坐在自己的大腿上 虽然亚希也有些奇怪 但还是执行了 而抱着亚希的智野马上有感觉了 而本来说不做奇怪事情的智野 一时间竟然有些意乱情迷 开始亲吻起亚希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男子走了进来 看到了两人如此亲密的一幕 亚希看到后非常吃惊 赶紧从智野身上逃离 而这位突然出现的男子 实际上也是住在这里的房东 长谷 并且她也听说过亚希 此时长谷忍不住询问两人刚刚在干什么 亚希对于长谷的询问想要转移话题 但智野却直接过来表示 自己一触碰亚希就有反应了 而长谷也非常感动 甚至还提议 要不亚希和智野直接坐一次 这样大胆的话 让亚希直接手足无措起来 既然在行量了一会之后 长谷就要回去工作了 在长谷离开之后 智野希望亚希今晚和自己睡 她保证不会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只是希望能够久违的体验 早晨硬起来的感觉 亚希最后还是答应了智野 两人来到了智野的房间 而情商方面有所欠缺的智野 也是直接不客气的一上床就抱住亚希 并且还表示 自己能不能摸一下来点Fu 而亚希在犹豫了一会之后 还是让智野可以摸摸自己的肚子 此时亚希在智野上手之后 不由开始期待起来 但却突然发现智野竟然睡着了 第二天亚希起来后 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和智野睡了一晚 还睡得非常像 于是她非常生气地下楼了 就在亚希做着早餐的时候 智野终于醒来下楼了 她询问亚希为何不叫自己 因为没有亚希在身边一起醒来 让她早上没能硬起来 不过她还是感谢亚希 让自己难得睡了一个好觉 这种语气让亚希一时间有些慌乱 想急忙逃走 但逃走的过程中却踢到一个快递 而亚希也因此得知了 智野竟然成了一个小说家 这样的成就相比起亚希来说 要好太多了 因为智野的成功让亚希非常郁闷 于是她来到公园一个人待着 此时长谷下班回来了 于是两人聊了起来 原来长谷早前曾经是智野的编辑 所以这些年对于智野也是比较了解 并且昨晚长谷其实也有回去 还将两人一起睡觉的照片拍了下来 这种情况让亚希非常尴尬 不过她还是嘴硬想要解释一下 而长谷在听闻亚希现金没有工作后 于是就将她介绍到朋友的公司 亚希来到新公司做杂工和跑腿工作 并且老板还让小丽来带她 一开始小丽对亚希的态度并不友好 还一上来就让她给自己跑腿送文件 不过在得知亚希是长谷介绍的时候 小丽马上转变了态度 原来她就是合租房里的最后一位室友 并且小丽对于智野坦承是迷恋状态 一直非常崇拜智野 将她当作自己的信仰 而在小丽得知亚希和智野是中学同学后 她更是警告亚希 不要打智野的轴眼 亚希回到家后 就看到长谷早已经在家 也是她将今天遇到小丽的事情告诉长谷 因为自己之前和智野睡过一觉 所以她觉得面对小丽非常苦恼 但长谷对于亚希的兴趣 显然更多的聚焦在 她为何能够让智野重新用起来 她觉得两人肯定有不一样的关系 但亚希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关系 于是只能含糊过去了 晚上亚希洗完澡之后 就看到智野刚刚回家 并且智野直接开口去问亚希 今晚能不能再睡一晚 而亚希因为小丽的关系不想再帮助智野 但智野却突然表示 收到小丽的消息 她今天不会回来 亚希在看到智野的恳求之后 竟然不自觉地点头答应了 晚上两人抱在一起睡觉的时候 亚希想不明白自己为何会答应 她不由想起了长谷的话语 自己有什么特别吗 于是她忍不住询问智野 在这样抱着自己的时候 除了身体反应之外 又没有其他想法 而每人在怀的智野自然是有想法的 这种情况让亚希一惊 但智野却表示 自己答应了亚希就不会乱动 只要亚希不愿意做的事情 她都不会做 然而这种手握决定权的情况 却反而让亚希更苦恼了 那么智野的身体为何只会对亚希有反应呢 这天早上 她看到小丽回来后更加的慌了 尤其是想到 昨晚自己竟然问智野想不想做 更是整个人都羞愤难当 于是亚希只能通过做早餐来转移视线 而其他室友看到亚希做的早餐后 更是非常兴奋 小丽也第一时间想要拿早餐给智野吃 小丽来到公司 此时亚希早已经在工作了 因为亚希做的早餐实在是太好吃了 于是小丽决定以后都由亚希来帮自己做饭 并且她还会急于火食费 两人在聊天的时候聊到了智野 因为亚希早前和智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交集 所以根本不知道智野写的书 于是小丽便将智野写的小说全部给亚希 让她看完 下班之后 亚希犹犹豫豫不想回家 因为和智野的那种微妙关系 让亚希非常烦恼 回到家之后智野表示今天早上没有感觉硬起来 想要下次继续 但亚希却直接拒绝了 因为她暂时还没有想好和智野是什么关系 此时长谷也回来了 并且一回来就直接询问亚希 有没有什么梦想或者想不想结婚 在我门之后更是直接向亚希求婚起来 这样的神展开让亚希直接懵了 而长谷则解释是因为家里逼婚 如果长谷还不结婚 那么就会将这间组屋收回 而亚希不仅能做一手好菜和家务 又没有什么梦想 在长谷看来非常适合做家庭主妇 亚希看着长谷一脸正经的贬低自己 不由有些失误 而智野对于长谷的这种行为更是反对 虽然长谷表示并不在意亚希和智野一起睡 长谷在看到智野离开之后 忍不住再次询问起亚希和智野的关系 毕竟难得看到智野对某个女子这么在乎 不过她还是希望亚希能够考虑一下自己的建议 在长谷离开后 亚希忍不住想起了中学的时候 当时某天放学后 亚希和智野一同回家了 回到家后她还挑逗智野 要不要亲吻 谁能想到亲吻之后 两人直接就到了下一步 那个时候 亚希一时间还觉得有些茫然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亚希回想起曾经的时候 智野突然又回到了客厅 看她的样子现在非常沮丧 原来是编剧那边催智野赶紧写小说集第四篇 但现今的智野却完全没有灵感 准确来说 这部第四篇整整两年了都没写出来 可以说 自从布局后 她就觉得没有任何灵感了 于是她希望亚希能够再次帮助自己 但亚希却并不愿意 于是急忙离开了客厅 回到房间之后 亚希忍不住看起了智野的小说 并且很快沉浸其中看到了天亮 她来到客厅后 却发现智野竟然一晚上都在客厅 原来因为布局和写不出小说的事情 让智野非常沮丧 尤其是看到亚希来了之后 更是直接上前抱住了她 而亚希却发现 自己竟然不讨厌智野的亲密 于是她试探地询问智野 是不是下面好了 就能够各方面生活都恢复正常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亚希还是忍不住表示 自己只能和智野睡三次 而智野听到后 更是直接上前将她抱住 于是在这天晚上 两人再次开始了同床之旅 而每次接触亚希都有反应的智野 更是忍不住抱得更紧 并且还不断地抚摸亚希 这让亚希不由开始心跳加快 而智野也是忍不住开始亲吻亚希 但就在这种前喜高涨 两人开始有些意外情迷的时候 智野却突然说自己泄了 这让亚希一时间整个人都懵了 在智野泄了之后 亚希以为她已经好了 觉得以后两人是不是不用睡在一起了 但智野却表示 这仅仅只是第一步而已 想要让自己的布局真正被治好 那么两人还需要继续一起睡 况且亚希答应了她可以三次 第二天智野醒来 发现亚希又不在 并且自己还是没能运起来 此时长谷来到客厅找亚希 发现她正在不断地打扫客厅 而醒来的智野也来到了客厅 虽然现今布局有些好转 但她整体的反应还是没有那么大 在长谷离开后 智野看着亚希的样子 更是忍不住上前隔着口罩亲吻了她 而这种情况让亚希一时间觉得有些甜蜜 但又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早上吃早餐的时候 难得所有人都聚在一起 而且因为近些天有亚希做饭做家务的原因 所以几人相聚的时间多了不少 亚希回到公司之后 对于自己再次答应之也感到很烦恼 此时长谷竟然来到公司 直接就邀请亚希等下和自己一同吃饭 并且还在所有人的面前说起自己向亚希求婚的事情 而同事们听到这件事后不断的恭喜亚希 但其实亚希根本就没有答应长谷 不过就算她现今解释什么 估计同事们也不会听 长谷带着亚希来到餐厅吃午饭 而除了他们两个之外 长谷的母亲竟然也来了 此时亚希也明白自己被长谷骗了 显然长谷正是希望亚希能够成为自己女友 如此才能让她的母亲打笑疑虑 再加上亚希本来就是一个不太好拒绝的人 于是她只能暂时假装成长谷的女友 在吃饭的整个过程当中 看着长谷拿自己作为挡箭牌 不断和她的母亲保证两人会结婚等事情 吃完饭回家时 亚希和长谷聊起了她的母亲 显然长谷的母亲是那种比较强势的人 所以长谷非常怕她 回到家之后 长谷将一张结婚请柬拿给志野 而请柬是志野的前女友寄过来的 当初两人交往了一年 但因为志野的布局 所以最后两人散了 于是几人不由聊起了志野的感情史 长谷觉得志野这么多年来 好像并没有喜欢过谁 这种情况和长谷自己很像 而亚希听到这句话之后 不由想起了这么多年和志野之间的点点滴滴 她没有想到自己在志野的心中如此不重要 不过为了不展露出破绽 于是亚希只能在他人面前强颜欢笑 因为得知志野从未喜欢过任何人 让亚希的心情非常不好 就连做早餐的时候也在发呆 而这种情况也让她想到了自己的经历 每当自己有什么期待的时候 最后现实都会狠狠地给她一巴掌 在吃完早饭时 小丽忍不住询问亚希 是不是要嫁给长谷 因为她觉得这段关系应该不会太好 而在这种聊天当中 亚希说着说着 不由地又开始苦笑 并且贬低自己 这种负能量让小丽觉得非常不好 于是她呵斥了亚希 亚希忍不住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从中学开始 她的人生就不断地被人否定 这让亚希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价值 而小丽却觉得不认同 如果是无关紧要的人 那么自己对她有没有价值完全不影响 而在乎的人会发现自己的价值 这番话也让亚希得到了开导 亚希发现 这段时间其实满脑子多余想法的 就只有自己而已 实际上只要从最开始就没有期待 那么之后也不会有什么失望 于是亚希也开始能够坦然地面对志也了 晚上两人又再次地睡在了一起 志也因为亚希的果断 也感到她有些骗话 在两人抱在一起睡觉的时候 亚希忍不住询问志也 是不是想坐下去 在得到肯定之后 亚希表示 如果想坐 那就坐吧 而志也对于亚希的这种回答非常吃惊 于是两人就在这种没有男女关系的情况下 不仅睡在一张床上 同时还直接开始坐了起来 刚刚没有做安全措施的情况 让亚希有些郁闷 不过在这种时候 也没法去讨论谁对谁错 而亚希则想着 现今是安全期应该没事 在这之后 两人还是继续睡了 此时被志也抱着的亚希 却发现自己喜欢这种拥抱 并且爱上了志也 第二天清晨时 亚希竟然罕见地睡过头 自己都不知道 她来到客厅之后 发现小丽已经在等着自己 而志也则是一大早就出门了 亚希看到小丽的样子 不由询问她是不是喜欢志也 但小丽其实把志也当作偶像 从来没有想过喜不喜欢的问题 不过在亚希的问话提醒之下 小丽竟然变得害羞起来 在几天之后的饭桌之上 志也才刚刚起来 小丽看到志也觉得她有些不对劲 于是询问她到底怎么了 此时小丽终于鼓起勇气 向志也告白 要和她结婚 这个消息让亚希彻底震惊了 这件事的发生 等于是自己间接在推波助澜 此时 长谷再次提起 想要和亚希结婚的事情 但因为刚刚的情况 让亚希有些烦躁 所以也没法给长谷答复 而更关键的是 这几天 亚希的生理期竟然没有到来 她想起之前和志也那一次 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 不由有些担心 亚希买到了验云棒想要测试 但却迟迟不敢去验证 因为她实在是不敢去面对这种情况 此时 长谷却突然出现 询问亚希的情况 原来是她在走廊 捡到了一张小票 所以得知了 亚希想要验孕的情况 长谷在了解情况之后 更是让亚希 如果怀孕 直接生下来 而此期 则是会负责孩子以后的生活 看到长谷这种 有些不可理喻的态度 让亚希一时之间被吓到了 因为担心怀孕的事情 让亚希一整夜没睡 并且这几天 亚希都在躲着志也 显然对于怀孕的担心 让她对志也的感觉 非常奇怪 而小丽之前 对志也的求婚 也让亚希非常在乎 所以现今 亚希有些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志也 但志也突然说到 两人还有一次 睡觉的机会 却让亚希突然 有些开心起来 亚希在家中烦恼 是不是怀孕的事情 此时长谷回来 看到她的状态不对 以为亚希已经面孕了 她还再次强调 自己昨天说的 和亚希结婚 并且抚养孩子的话 依然奏效 而长谷那种 坚持要和自己结婚的念头 让亚希很疑惑 长谷表示 自己并不是随便 和谁都能结婚 这些天的相处 让她觉得 和亚希非常合适 尤其是以那种 贤妻良母的性格 以及一些日常小细节 非常打动长谷 在长谷准备 出门工作的时候 她亲密地摸了亚希的头 长谷出门后 一直都在想着 亚希和自己的童年 小时候 长谷也是一个 非常乖巧礼貌的孩子 但是母亲 对于她这种礼貌 却根本不在意 她对于长谷的要求很高 这种高压 让长谷留下了 极大的心理阴影 早年长谷刚刚能够独立 搬到这里住 摆脱母亲时 她是有过一位 关系很不错的女友的 但是女友平日里 说的话和做的事情 却让长谷 看到了母亲的身影 直到后来 智也搬进来了 她看着智也 无欲无求的样子 才产生了兴趣 而智也和亚希的 独特关系 更是让长谷的兴趣 变得更浓厚 看得出来 智也对亚希 有着极大的执念 这不由让她想到 母亲对于自己的执念 于是 在这种痛苦的回忆中 长谷竟然 整个人都不舒服了 长谷跌跌撞撞的 来到客厅 亚希看到这种情况 赶紧去给她拿水 长谷却直接 趴在地上呕吐起来 就在亚希不断安慰 长谷给她舒缓的时候 长谷再次提起 和亚希结婚的建议 面对着长谷 这种极其突兀的要求 本应直接拒绝的亚希 静一时间沉默起来 此时亚希抬起头 看到智也早已回来 并且还将两人的话 都听到了 不过因为长谷病得比较严重 两人也没来得及说话 就先将长谷送回房间 亚希安顿好长谷回到客厅 此时智也突然叫住了亚希 对于长谷这种情况 她也是第一次见到 智也还突然询问起亚希 孩子是什么情况 但亚希现在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又没有怀孕 不过就在智也准备 进一步询问 孩子是谁的时候 亚希突然感到一阵冲动 她知道自己生理期终于来了 得知自己没有怀孕的亚希 赶紧去跟智也道歉 毕竟这些天因为这件事 闹出了不少事情 而智也因为孩子的事情 不由想到了两人的那天晚上 于是她询问亚希 今晚能不能使用最后一次权限 但现今亚希正处于生理期 不太方便 此时智也表示 下次自己一定会准备好 这种话语 让亚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接 明明只是帮智也治疗 但最后却真的睡在一起了 不过这件事却让亚希非常开心 之后那些天里面 亚希一直保持这种开心 明明是生理期 但却因为智也的话语 而欢欣去悦起来 甚至就连早上做饭的时候 也都是满脸的笑容 这种开心也感染了长谷等人 但她并没有告诉别人 自己是因为什么而开心 这天在亚希家做家务的时候 智也终于忍不住 询问她生理期过去没有 显然她已经等不及 想要和亚希睡觉了 也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两人终于开始了最后一次的同睡 虽然亚希觉得自己这种行为有些傻 但她就是忍不住想要智也的温柔 这一次根本就不是什么治疗 而是见面就开始互相亲吻起来 显然是标准的直接色色的节奏 这种情况也让亚希一开始接受的原意变了 早上起来之后 亚希看着智也有些开心的笑了起来 而这一次起来 智也依旧还是没有早上咽起来的反应 但这种情况反而让亚希有些窃喜 因为这代表着治疗还得继续下去 不过智也此时却开始履行承诺 表示很感谢这段时间亚希的关照 但智也这样的话语 却让亚希有种被人用完极其的感觉 毕竟这是约定的最后一次同睡了 想到以后可能都无法和智也一起睡觉 亚希无论做什么都有些提不起进来 小丽醒来之后 拜托亚希帮自己做早餐 并且还告诉亚希 因为她的话 让自己想要确认和智也的感觉 于是等到智也起床到客厅的时候 小丽直接邀请她出门约会 而全程听到这一切的亚希 不由陷入烦躁当中 小丽和智也出门后 亚希在家中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此时起床的长谷看到她的样子 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并且还询问她有没有咽孕 此时亚希才想起了 忘了告诉长谷自己没有怀孕的事情 不过长谷对此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而趁着现今只有他们两人的时候 长谷忍不住再次询问亚希 对于结婚考虑的如何 而亚希因为和智也之间有了情愫 所以她不想和长谷在一起 但长谷却表示 亚希和智也是不会有结果的 反而自己才是最适合亚希的人 在家中不断做家务的亚希 终于等到小丽和智也回来了 看起来两人这一次约会似乎非常顺利 而亚希在听到智也说帮上了小丽的忙后 更是非常在意 在智也回房后 小丽忍不住对亚希表示 已经明白了自己对智也的喜欢 这种喜欢不再是之前那种粉丝和偶像的喜欢 而是早前亚希说的 想要被她抚摸 想要亲吻的那种喜欢 亚希听到小丽的话后 一时间大受打击 那么明白了自己对智也是什么感觉的小丽 接下来将会做出什么事情去追求智也呢 亚希心情不好就喜欢做家务 尤其是想到小丽和智也之间意义不明的话时 也让亚希变得更加烦躁了 此时智也正好下来客厅 亚希想了很久之后 终于忍不住询问智也 要不要一起睡觉 或许智也通过这种方式 她才能感觉到自己对于智也的重要性 但亚希也不知道 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亚希一觉睡醒后 觉得就这样和智也陪睡不太好 就想去告诉智也自己后悔了 不过智也也并不在房间里面 亚希回到公司后依旧非常苦闷 此时小丽过来和她聊天 亚希忍不住询问小丽和智也约会那天发生了什么 小丽表示 当时自己请求智也拥抱并且亲吻自己 但却被智也拒绝了 并且智也还表示 和小丽拥抱会感觉很奇怪 这样的约会发展 让亚希不由松了一口气 但小丽作为智也的疯狂粉丝 反而觉得 这是自己和智也之间的联系 亚希看到小丽的样子后明白 她估计不会那么容易放弃 下班后 亚希一直想着小丽的事情 不过在半路 她遇到了同样刚下班的长谷 长谷心血来潮 邀请亚希去吃烤肉 而已经许久没吃烤肉的亚希 同时没能抵住诱惑 接受了邀请 吃完饭回家的路上 长谷询问亚希 是不是还和智也配睡 她希望亚希能够理智点 不要再这么傻了 并且在亚希明确喜欢智也的时候 更是忍不住直接上前抱住亚希 而亚希正在长谷的怀抱中 感到非常温暖 不由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情史 在中学的时候 智也是她的初恋 之后在高二曾经谈过一段 莫名其妙的恋爱 最后一段谈了最长 但最后男友劈腿了 所以亚希的情感之路 可以说并不顺利 现今长谷的拥抱 让她感受到被人主动追求 被人需要的感觉 于是亚希也忍不住抱住了长谷 但此时长谷却突然推开亚希 表示自己要回公司了 显然从小到大 在家庭教育下非常理性的长谷 也难得冲动了一回 不过再回公司的路上 长谷还是给亚希发短信 希望她不要再给智也赔睡了 亚希回到家后 想起长谷的话 于是跟智也表示 今晚不想赔睡了 这个举动让智也一时间有些郁闷 在靠近亚希的时候 智也更是从她身上 闻到一股不一样的味道 这让智也非常生气 直接离开了 因为拒绝了智也 让亚希晚上有些睡不着 她潜意识还是在乎智也的感受 现今的她在智也和长谷之间 犹豫不定 很是摇摆 一方面她贪恋长谷的主动追求 另一方面 她又沉溺于和智也 一起睡觉时的温暖 这种情况让亚希很纠结 早上恢复了理性的长谷 忍不住开始分析起亚希来 显然她想要用理性的手段 来追求亚希 所以在看到亚希之后 她表示 自己今天将会在家里办公 希望亚希能够帮忙 而从不懂拒绝的亚希 也欣然答应 在办公的时候 长谷忍不住说起了昨天的事情 还表示 自己只有面对亚希时 才这么冲动 长谷直接亲吻了亚希 这种行为让亚希被吓到了 尤其是长谷坐在床上 表示要休息的暗示时 亚希更是被吓得 连滚带爬逃出了房间 在冷静下来之后 亚希也明白 长谷对自己是认真的 回到房间的亚希 依旧忍不住想起刚刚的事情 她意识到 在长谷亲吻自己的时候 自己竟然没有任何感觉 反而是和智也一起的时候 仅仅只是对望亲吻 都能够让亚希感到害羞 这种对比也让亚希更加明白 自己对于智也的喜欢 长谷来到客厅 发现智也正在看书 于是她给智也煮了一杯咖啡 智也忍不住走到了长谷的身边 并且不断闻了起来 她发现长谷身上的味道 正是昨天在亚希身上闻到的味道 而长谷也一脸挑衅地对智也表示 自己只是做了个标记罢了 亚希在确定心意之后 反而更加烦恼了 她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向智也表白 毕竟按照智也的性格 她都能够想象到 自己表白后她的那种冷淡 小丽也发现了亚希的不对劲 亚希想到小丽喜欢智也 于是决定先跟她解释这件事 不过在面对小丽的时候 亚希却感觉有点说不出口 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说到什么程度 于是她决定只说自己喜欢智也的事情 小丽对于亚希的坦白有点惊讶 但她却并没有什么过激反应 甚至还鼓励亚希去表白 显然她认为亚希是不可能成功的 亚希下午下班回来后 智也忍不住再次去她身上闻味道 并且提出今晚陪睡的事情 而亚希也同意了 不过在陪睡的时候 看到智也只是抱着自己 不由让亚希觉得有些失望 智也突然跟亚希说起猫的繁殖 这种情况让亚希时间摸不着头脑 随后智也看着亚希的脖梗 忍不住开始不断的亲吻起来 在这种亲吻之下 亚希变得有些意乱情迷 但就在亚希期待下一步时 智也却突然对着亚希脖子咬了一口 这种突然的袭击让亚希非常生气 而智也虽然向亚希道歉了 但看她的样子似乎非常高兴 亚希也拿她没办法 于是两人就这样什么都没做 准备抱着睡觉 不过想法太多的亚希却怎么都睡不着 于是想要起床喝口水 却恰好撞见了刚刚回家的小丽 小丽看着她从智也的房间下来非常生气 智也也下来了 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之下 只能对小丽道出实情 智也表示 不知道为啥 自己只对亚希有反应 此时小丽不经意间 看到亚希脖子后面有个牙印 显然是智也刚刚咬的 小丽看着两人朋友无人的聊起来非常生气 于是决定先去睡觉 明天再详细询问 她还禁止亚希今晚再去智也的房间 并且让大家明天早上八点集合 打了第二天 小丽详细询问亚希到底怎么回事 亚希眼看事情外露 于是坦言 自己和智也不仅仅是赔睡 两人还做了更进一步的事情 于是小丽询问自己向智也求婚之前 两人是不是就已经是这种关系了 但那个时候 两人其实什么关系都没有 但偏偏就睡到一起 甚至还打起了扑克 这种情况让小丽整个人都懵了 小丽对于两人的关系也不明白了 询问完之后 小丽去上班路上遇到了长谷 并且得知长谷早就已经知道这件事 不过长谷表示 两人只是做了而已 又不代表他们互相喜欢 因为和小丽的坦白 让亚希再次陷入了究竟 并且一不小心做才做多了 小丽回来了 亚希邀请小丽一同吃饭 还表示 在这件事当中 自己根本没有做错什么 而小丽则表示 既然亚希觉得自己没错 那她喜欢智也同样没错 所以她和亚希的立场其实从来都没变 于是两人再次开心的同台吃饭起来 吃完饭后 亚希想起了自己和智也现今的关系 于是她急急忙忙的找到智也 在鼓起了最大的勇气之后 亚希终于向智也表白了 而智也的表情 也像她之前想的那样非常冷淡 并且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她 是不是交往后做什么都可以 这种话语让亚希有种自己是治疗不举功巨人的感觉 并且有点难过 她并没有等到智也的回复 就急匆匆的逃走了 因为这种表白的不顺 让亚希再次烦闷的打扫起卫生来 长谷回来了 看到亚希脖子上的痕迹 马上明白过来 她再次和智也睡在一起了 虽然长谷嘴上说着不在意 但却痛苦的整个人都扭曲 甚至不舒服起来 而亚希看到这一幕后 忍不住上前安慰她 这种感觉让长谷非常喜欢 于是她忍不住抱住了亚希 但此时亚希已经知道 自己喜欢的是智也 于是她急忙逃开了 小丽一脸惊讶 亚希竟然真的跟智也表白了 而智也的反应更是如预想般的平淡 甚至完全没有等到智也的答复就离开了 不过因为亚希想的事情 总是喜欢往坏出现 所以小丽觉得 亚希这种情况完全就是错误的 于是在小丽的鼓励下 亚希再次去找到智也 但是智也面对亚希时 第一反应是 她又来陪睡了 甚至因为上次被小丽打断了 所以智也认为 亚希还欠自己一次陪睡 在智也的要求下 亚希又毫无原则的再次陪睡了 不过在拥抱着躺在一起的时候 亚希忍不住询问智也对自己的看法 尤其是中学时代的看法 而那个时候 智也虽然说一直对着亚希都是面贪脸 但其实她对亚希的感官很好 毕竟当初亚希可以说是人气亡了 所以当初亚希跟她说交往的时候 智也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这样的表现也让亚希明白 智也只是表面看着没有什么表情 其实内心很多时候还是有情绪波动的 而当初智也之所以会一上来就和亚希做了 还是因为偷亲亚希的时候 看到她惊讶的表情 所以最后没忍住做了第一次 在事后 其实智也想要向亚希道歉 但道歉就意味着否定他们之间的事情 所以智也才没有道歉 看到这样的智也 亚希也终于询问她对于自己表白的答复 而智也的回答竟然是 也不是不行 虽然这种回答很智也 但也让亚希一时间有点郁闷 第二天 亚希对于智也冷淡的态度依旧是非常不满 但和智也确定关系又让她非常开心 而常古在门外看到亚希的状态后 竟不动声色的前去寻找智也 因为和智也正式确定了关系 让亚希一整天的心情都非常好 在上下班的路上更是蹦蹦跳跳 甚至还和小朋友们一起滑滑梯 在回家后 亚希非常兴奋的想要找智也说话 但智也的态度似乎比交往前更加冷淡了 这种态度让亚希非常失落 于是她主动询问智也要不要赔睡 但智也却无视了赔睡的提议 这样的情况让亚希一时间不知道 两人在交往什么 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 因为智也的冷淡 也让亚希没有了最初的活力 这天常古找到亚希表示 和智也交往就是这个样子 毕竟智也的想法是没人能看透的 常古再一次向亚希表白 想要亲吻她 但现今亚希还是智也女友的身份 所以她拒绝了常古 但这种面对面被表白 对于亚希来说还是第一次 所以她其实也很贪恋这种感觉 因为常古的表白 于是亚希想要找到智也问清楚 这段时间的冷淡让亚希非常心累 而智也面对亚希的话 确实没有任何回应 就连亚希表示 要不还是别交往了 智也还是那样面无表情 和智也莫名其妙的结束 让亚希更加郁闷了 此时常古主动提议帮亚希做饭 并且询问了她和智也之间的发展 在得到了亚希已经分手的消息之后 常古更是开始放心大胆的追求起亚希来 在做饭的时候 直接开始亲吻亚希 面对这种热烈的追求 亚希并没有拒绝 还紧紧的抱住常古 小丽得知亚希的男友 突然从智也换成常古后 也是感到不可思议 毕竟这种关系的转变实在是太快了 不过就像小丽之前说的 她既不反对也不支持 晚上回到家时 亚希看到智也失魂怒魄的样子 忍不住询问她怎么了 而智也则是表示 自己不希望亚希和常古交往 但亚希看到她现今的样子 表示自己不想再为了智也 而每天想东想西 因为自己完全不知道智也在想什么 这种交往 让亚希感到非常的痛苦 亚希在发泄一通后 出道走廊便看到 常古邀请自己到房间 显然她听到了亚希和智也的争执 也明白亚希其实还喜欢智也 于是常古提出 让合租解散的事情 并且还马上找到智也 以及小丽通知这件事 但智也和小丽对于合租 突然解散非常不满 尤其是这些天 小丽的伙食都是由亚希负责 她不想离开后 又变成有上顿没下顿 于是小丽表示 如果常古非要解散 那么自己就班学和亚希住 而智也则表示 自己的小说马上就写完了 并且在会议结束之后 智也还表示 自己不想离开亚希 同时她忍不住询问亚希 其实自己不懂什么是交往 但她的身体非常明确地表示 自己需要亚希 而智也这种 让人难以理解的脑回路 也让亚希觉得非常烦躁 常古和亚希再次出去吃烤肉 而这一次 亚希更是穿得极其漂亮 她其实是想要对常古提议 让自己搬出去 毕竟合租屋的解散 都是因为她的存在 亚希还询问常古 到底喜欢自己什么 为什么接吻之后 两人不继续做下去 而常古则表示 自己喜欢的是亚希的温柔 以及贤惠 而她尊重亚希 不会在亚希不愿意的时候 做出什么 智也那边在不断地赶小说 而小丽也第一时间 收到了智也的手稿 这第四本小说 让小丽非常激动 甚至文笔比之前要更好了 晚上下班 小丽找到了亚希 询问她是否真的想要搬出去 因为小丽觉得 这种搬出去 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亚希却觉得 这或许是现今最好的选择 这种逃避问题的做法 也让小丽非常活大 不过亚希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也和她多年来的经历 有着极大的关系 亚希主动约长谷出去吃饭 这让长谷非常开心 但其实亚希是约她出来分手的 长谷一时间对于这种情况难以接受 她不明白自己为何比不上智也 只是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 长谷得知亚希的心意之后 也告诉了她 自己做了一些卑鄙的事情 早前亚希和智也交往的时候 长谷为了让智也没有时间陪伴亚希 于是利用自己编辑以及房东的身份向智也催稿 表示如果智也不能在规定时间将小说写完 那么她就要强制让智也搬出去 于是才有了智也那段时间又忙又冷淡的情况 其实她一直在构思小说 暂时没顾上亚希 而亚希在听完这件事后 虽然也有些不甘 但她还是决定搬出去 毕竟她也不想重挡覆辙 在亚希即将搬走的那一天 智也一脸憔悴地叫住了她 并且还将自己最新的小说稿子给了亚希 可一看到 她这是不眠不休地将小说赶出来了 而亚希拿着小说来到公园开始看了起来 从小说当中 亚希想到了自己和智也这些天的经历和交往 而智也在晕倒醒来后 看到房间里已经没有了亚希的身影 于是便出去寻找 但是在寻找了一圈后都没看到亚希 再回到家后 智也更是看到了亚希还在做饭的幻觉 不过就在智也失落的时候 亚希却突然回来 并且从背后抱住了智也 从智也的小说当中 亚希看到了智也最深处的情感 她彻底地明白了智也对自己的心意 于是亚希决定不走了 又到了一天的早晨 亚希给智也做了美味的早餐 两人的生活似乎开始变得平静又美好起来 同时亚希也决定不再逃避 她决定好好地面对这一切 亚希忍不住再次询问了智也对自己的感觉 而智也一如既往地表示 自己不知道 但看过小说的亚希明白 智也只是因为没有怎么正式恋爱 所以不知道自己的感觉罢了 实际上智也是喜欢她的 此时小丽和长谷也醒来了 于是几人难得地再次一同吃起早饭来 可以说这个和租屋当中 每个人的关系也变得美好了起来 智也和亚希这种成人和租的故事 也就此告一段落了 而后面依旧还会有更多精彩好剧 将会继续封上哦 好了 今天的节奏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 记得订阅剧集地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